第136章 性格决定命运 砰 手臂横扫 拳头轰击在白地侧脸 爆炸的气浪中 白地翻滚着飞了出去 他没有被全劲打得 丧失身体掌控力 在空中翻转 调整身形 落地后 四体离地滑退一小段距离 稳住了颓势 吐 白地吐出一颗带血的獠牙 此时 他的眼球恰好愈合 低头看了一眼断牙 而后难以置信地抬头 望着三米高的魁梧人组 这一拳给了他火辣辣的疼痛 造成轻微皮外伤 对于肉身强大的神魔后翼来说 这点小伤完全可以无视 但白地眼里的震惊 却如翻涌的海潮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力量 通常来说 钱能爆发只能带来一刹那的力量激增 能维持短暂的时间便已经很不容易 可在白地的感知中 许齐安的力量更上一层楼 并稳定了下来 这是什么意? 简直离谱 修行者的力量是一步一脚印积累出来的 二品初七就是二品初七 没道理越打越强 凭空出现的力量是哪里来的? 这完全违背了常理 白地活了无尽岁月 从远古到现在 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事 如果能这样搞 那修行的意义在哪里? 这小子仍然没有触及一品战力 但比之刚才 强盛了一大截 白地开始担心 这样的增幅 何时是个尽头 许齐安张开五指 碎裂的止骨快速愈合 鲜血淋漓的拳头 顺息间自愈 见状 骆裕衡如释重负 浑身一软 有种紧绷过度 四肢乏力的感觉 我就说 当日寻舟一战时 他的状态不对劲 越打越强 阿苏罗心里一松 金莲道长和赵首 旋即放松了紧绷的情绪 这样就还有得打 尤其金莲道长 心情极为复杂 寻舟一战 他急着炼化黑莲 没有参与 对许齐安的战力了解不深 今日才知道 这小子的战力 已经夸张到这个地步 加罗树面臣似水 许齐安二品时 到底领悟了什么道 至今还是个谜 也是一个极大的 不确定因素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 正如白帝所想 修行者的力量 是一步步积累的 所谓的越战越强 应该有个极限 多半不可能跨越一个品级 只要还是一品之下 那么问题就不大 许齐安目光难跳 那是雍州方向 深吸一口气 笑道 我热身结束了 三位 你们还撑得住 文言 阿苏罗胚一口 吐出一口血沫 吃笑道 别说十三日 打一个月 我也没问题 赵首笑道 要不是 坚正耗费了如官 和刻刀大部分的力量 老夫此刻 已经让加罗树 滚回西域了 金莲道长斜了他一眼 心说读书人 天天吃大蒜 口气不小 道门法乡 与天地凌厉皆薄 法术身后四海 不怕持久战 作为九州巅峰层次的强者 体力和法力 从来都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唯一的问题是 许其安能否撑住 眼下看来 这小子比所有人想象的 还要持久 三人信心倍增 许其安再次难忘 他两次难忘了 院长照首轻声道 你是大凤的脊梁 是将士的信念 你不倒 大凤的信念就不倒 许其安收回目光 一吐胸中豪气 男儿道死心如铁 且看我 他主动迎向白帝 像一个无畏的勇士 且看我 之手捕天烈 天宗 云雾缭绕的仙山中 兵衣援军和玄城道长 一个驾仙鹤 一个遇见飞行 来到雅顶辉弘的天尊殿 白发苍苍的天尊 盘坐在连台 勾搂着身躯 低垂脑袋 见过天尊 两位道门 扬神面无表情地行了道理 本座遇见了圣女死结 你们去一趟雍州 顺便把两人带回来 天尊的声音 回荡在殿内 兵衣援军和玄城道长 相识一眼 不掺杂感情的声音说道 是 天尊 天尊飘渺无情的嗓音 再次回荡 大劫将至 待天人之争后 天宗封山 断绝与外界联系 在这之前 尔等不可参与凡俗之事 不可招惹因果 否则 一律逐出天宗 兵衣援军和玄城道长知道 天尊是在告诫他们 不要因为任何人 任何事 插手中原战士 上次在雍州寻找李林素时 两人就中了许其安的忌 被迫替他遇敌 针对佛门金刚 弟子明白 两位羊神退出天尊殿 循州 知府大院 一位贾氏手里握着情报书 快步迈入大厅 公申道 不证使大人 有紧急军情 杨公正与幕僚议事 文言 汉首道 呈上来 贾氏将情报递上后 立刻退下 他只负责传递消息 没有旁听的权利 杨公展开火气疯着的情报 仔细阅读 他没什么表情地放下情报 道 二郎传来消息 云州叛军大举集结 准备强攻寻州 众木辽脸色微变 心知这一天终于来了 这段时间以来 发生了很多事 两军在寻州为核心的防线上 厮杀异常激烈 野战 守城战 大大小小战役总和打百余次 整个雍州就像是绞肉鸡 数万生命灰飞烟灭 而在这一系列残烈的战役里 徐二郎生命雀起 率领麾下的骑兵驰骋杀场 连连告捷 杀得云州由骑兵丢盔弃甲 立下宣和战功 与他配合的异军 同样发挥巨大作用 可以说 寻州城能守到今日 他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就在前日 李妙珍等人试图潜入云州大营 火烧粮仓 结果落入七广博精心安排的陷阱里 所幸 这伙异军首领本领高强 杀出重围 虽受重伤 但无人牺牲 杨公不清楚具体经过 但他知道 要对付杨谦焕的传送术 并不困难 云州叛军里 同样有术士体系 徐平峰必然留下了 克制传送术的法器 杨公 云州军来势汹汹 此战怕是不易了 一味幕僚感慨道 现在的局势是 经过多日的熬战 防线已经被打得稀烂 目前只剩下寻州尚存 云州军想北上惊吞雍州城 就必须扒掉寻州这根钉子 杨公侧了侧身 望向北边 真正凶险的不是我们 是许银罗 是国师 只要他们不败 我们就死守雍州 阳公沉声道 传令下去 备战 李木白等人望向了北方 他们都可以死 所有人都可以死 只要北方的杜节战不败 大奉就有希望 那里 有大奉的脊梁 有将士们的信仰 云州大营 军杖内 七广博站在沙盘前 一面面红蓝小旗 落在不同的方位 那一面面象征 大奉军的蓝旗边缘 都有相应的红旗牵制着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 寻州已经孤立无援 至少短时间内 不会有援兵出现 开战前 象征大奉守军的蓝旗 一面面地插在防线 与寻州城击脚之势 守望互助 而今那些旗帜 被一面面拔除 或全军覆没 或成为散兵游勇 转打 野 战 突袭战 当然 云州军同样损失惨重 折损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其中 嫡系精锐损失达八千 精锐部队和杂牌军可不一样 打一点少一点 都是云州的心肝宝贝 局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 该会一会 名满天下的紫阳居士了 七广伯俯看沙盘 目光沉稳 这位不务正业的败家子 清文灭武 唯独对领兵打仗 情有独钟的狂人 当年能被许平丰相中 再与他拥有可怕的大局观 领兵打仗 奇谋妙计 永远摆在次要位置 统帅能力和大局观 才是一位统帅必备的能力 魏冤为何被誉为君神 不是因为他的修为 也不是他的计谋 而是他能驾驭数十万 乃至上百万的军队 他拥有俯瞰整个战场的大局观 当双方的兵力 超凡强者数量相差不大时 这样一位可怕的统帅 是能轻易左右战争胜负的 七广伯是许平丰见过的 仅次于魏冤的帅才 比晋国的国主 夏侯玉书更高一筹 大将军 那许新年似乎有侦察类法器 他若是提前察觉到您的布局 如何是好 杨川南皱了皱眉 葛文轩则笑道 我们大军尚未集结 尚未进军寻舟时 他不可能察觉 就算有侦察类法器 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侦察 至于现在 察觉变察觉了 我们上午之前 就能兵临城下 大凤军现在才注意到 为时晚矣 又有将领陈生道 许新年率领的骑兵 战力极强 还有天宗圣子圣女相助 他们若是回元寻舟城 会给我们带来不小的麻烦 七广伯笑了笑 道 不用管他们 自有人对付 荒凉的山脉 紧邻着荒凉的平原 许新年率领着七千人马 在山脚下的河流边筑渣 骑兵们自觉地洗刷马鼻 清洗手脚 面孔 步兵们则累起石灶 搬出铁锅 准备烧热水 补充干别的水袋 修整两课中 立刻回元寻舟城 许新年转头吩咐了苗友方一句 而后看向身边的李妙珍 低声道 你的伤真的没问题 李妙珍脸色有些惨白 微微摇头 无妨 有杨千焕留给我的丹药 三日之内就能痊愈 这点小伤 不影响我的战力 道门的力量来源于元审 他的伤是 前日遭遇埋伏时留下的 当时云州军埋伏了 大量的高手围杀他们 其中不乏四品 而杨千焕的传送阵 遭遇了同体系高位阵法的克制 难以施展 之所以能杀出来 全依赖恒远大师的金刚神功 抗住了大部分伤害 所以恒远大师受伤最重 天地会成员里 就楚元枕和李妙珍伤事算轻的 后者带着李灵素和恒远 退往雍州城疗伤 飞燕女侠则把四军 并入徐二郎的队伍里 随她一起踏上征程 有时候常说 性格决定命运 便在于此 如果您会认识 你会认识 请失识 这些人 会认识 请便宜 击一号 残疾 明天地 记得 发生 感谢观看